Hello 欢迎学习爬充个人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个多性成的几种方式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在学习这个多性成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学会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多性成使用这个构想全局变量的这个问题 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锁的机制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手机的话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多性成构想全局变量的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多性成的话它都是在同一个进程当中运行的 对 我们都知道 多性成就像是那个火车的那个车厢一样 这个整个火车就是一个线就是一个进程 每一节车厢带着的是每一个线程 说的话我们的这个线程是在这个进程当中来执行的 因此在这个进程当中的这个全局变量 所有线程的话它都是构想的 就说在这个进程当中的话 这个全局变量都在这个全局变量 它是只有一份并且所有的所有的线程都可以去防他 都可以去防他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了 因为线程的话 它的那个执行的顺序它是无序的 就是你根本就不不能保证这个线程 它哪个快哪个慢 明白意思吧 这个线程的话 它执行的快和慢 要看他执行的这个代码符不复杂 如果执行的这个代码 比如说需要消耗的CPU资源比较多 或者是啊 比较多比较多比较复杂对吧 那么他这个线程的话 那个代码可能执行的就会比较久一点 那么如果这个线程 他的那个执行代码比较简单 对吧 他可能执行的时间就会快一点 执行的时间就会更短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能保证 就说 就不能保证那个线程到底是哪个线执行完 对了 就是它是一个无序的 一个无序的 这个的话就会可能造成那个什么的数据错误 那么这里的话 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代码吧 好 来到我们的这个派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叫做demo3.py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文件当中来跟大家讲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现在呢 导入一下这个threading这个模块 这个地方 我首先的话 先来第一个全级变量 比如说就是一个value value等于这个什么 等于这个0 然后这个地方 我听第一个函数 叫做add value 就是添加值 就是这么值白 就是这么值白 添加值 然后这个地方我要去 我这个里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行数里面 我给这个value这个值给它添加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给一个force 使用exing range 让它执行1000次 让它执行1000次 在这个1000次当中 我让这个value 让它去加 加等一 那么这个地方 它是画了一个波波当性 它说什么呢 没有引 没有使用这个引用value 它说这个value 这个东西 你去加之前 它没被定义 明明我之前已经定义了 这的话 就会吵起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呢 子座域当中 比如在行数当中 在这些代表化当中 如果你想去引用这个全局 全局变连当中的 那个全局当中的一个人的属性 你要去改变它的值 比如说你现在的话 是改变value这个值 对了 改变它的值 那么你要改变它的值的话 在这个地方 你就必须要通过这个global 关键子来给它进行声明一下 告诉他 我这个value是引用的是外面的 而不是我里面自己定义的 好吧 这个是一个规范 这个是也不是个规范 是一个语范 好吧 一个语范 你想一下 在我们的python当中 在我们的python当中 一个变连的话 它是不需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像其他变成语 比如说印尘 或者通过gs当中 能够y一下value 这种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它是直接定义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没有给它指定 说是全局变连的话 这里面这个value的话 它就根本就不知道说 这个是里面定义的 还是外面给的 对不对 就会产生这种误会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行数里面 如果你想引用去引用这个全局变量 那个系列 对呃 如果不是引用好 你要去修改全局变量 那么的话 你就通过这个global关注字来声明一下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定义好了一个这样的行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样的行数的话 就通过那个多线程的方式来执行 好吧 这里面我们再定义妹妹啊 然后的话 这里面我们创建两个线程 创建两个线程啊 4 然后那个s1range2啊 然后的话这里边啊 我们这里边就创建性质啊 叫做t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threading 下面那个thread对吧 然后这个target啊 target的话是等于这个add value啊 好 这个给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用这t点start啊 这样的话就让它执行 那么接下来妹尔的话 逆行一下这个妹尔数啊 可不可以加死 然后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再来执行一下 呃 这个地方没有打印哈 这个地方的话 我这里面来打印执行一下啊 就是执行完之后 我就来打印一下啊 呃 最后啊 直 或者歪了直接这样打印啊 转发到b 然后这个是呃 百方s 百方那个 外表啊 保存一下 怎么能加了一下 好 这的话没问题 对吧 就是第一次的话 第一次他打印这个外流是啊 第一个线程 他打印出来 对 第二个2000的话是第二个性线程 把它给打印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给多加几个零啊 现在的话是只有一千次对吧 只有一千次 那么现在我多给他多加两个零 比如我再给他多加三个零啊 好 再来走一下 好 那么现在的话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就有问题 按道理讲的话 如果你第一次那个什么呢 如果你执行第一次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看一下几个 1234啊 这是一百万对不对 这是一百万啊 就是如果你执行第一次 你这个地方打印的应该是一百万才对 对不对 应该是一百万才对 但是现在的话明显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字 这个地方出现二次这个东西 说明它不是一百万对不对 那么后面这个东西的话 讲到底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第二次 第二次这个线程 他打印出来那个结果 应该是两百万才对 对不对 应该是两百万 但是现在的话是只有多少呢 只有这个 一是一百三十万对 没有两百万啊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啊 是吧 按道理讲的话 按道理讲 如果之前你是只有1000的话 是不是就准解了 之前只有1000的情况下 第一次就是一千第二次就是第二个限制执行完就是两千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地方给它加什么呢 给它加到那个一百万 它是不是就产生这种问题的 对就产生这种问题的啊 就会这个数据就不准确了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这个地方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啊 它在共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假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value 现在啊 现在假如大家这个value的话 它是等于一十 好吧 等于是十啊 实际上的话 现在我们的这里面还有两个线程 对吧 有两个线程来分别来执行 呃 不要画个头吧 这个图不好画 我们用这个pt吧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来画两个图啊 啊 画画两个 这个啊 表示一个线程啊 表示个线程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线程 这个是线程一 这个是线程二 假如现在我们的这个值啊 我们的这个值啊 value value的话是等于一十 对吧 等于十啊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值啊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对吧 就是现在这个value是同一个对象 对 使用的是同一个对象啊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里面啊 或者我这里吧 啊 用这个东西把它给包裹一下啊 把它给包裹一下 这一顶层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到最上面来啊 或者我把这个删掉 直接在这里面来写啊 现在这个value啊 是那个十对吧 好 那么现在两个线程 他假如 假如现在两个线程 他同时执行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在两个线程当中 他们是不是做相同的操作啊 同学啊 是不是都是做给value进行加一的这个操作啊 对 好 那么这是的话啊 这是的话 在我们的第一个线程当中 他会给这个value给他进行加一 他变成了多少呢 value啊 value的话 我们把这个东西拉长一点啊 拉长一点 value的话让他加等一 对 这的话 我们的这个value就会等于那个十一了 对 就等于那个十一啊 那么接下来 如果第二个线程同时啊 在这个地方执行 他也执行什么呢 他也执行这个value啊 加等一 这样的话 他下面算得到的这个value的这个值 也是等于多少呢 是不是也是等于十一啊 你想一下啊 如果这两个线程 他是同时在执行这一个代码啊 他是在同时执行这一个代码啊 他是在同时执行这个代码 那么都是把这个value从之前的十变成了十一 但是其实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是执行的两次 讲道理 按照正常的来讲的话 他们这个value啊 经过这两个操作以后应该是变成12才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 因为他们俩同时执行 再给他进行这个相加操作的时候啊 这个value都是等于十啊 这个value都是等于十 说的话就会产生 我们刚刚这里面看过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你经过了100万四的这个啊 线程能力去执行啊 就会发生这种问题啊 那么为什么之前1000字不会发生呢 因为1000字的话 他可能这个线程啊 没有发生这种什么呢 他没有 因为这个线程啊 他的那个执行的次数比较少 说的话 他发生这个啊 同一个线程同时执行啊 一个这样的同样 同时在执行这个代码的话 那个概率比较小 那么如果你在这段执行100万次的话 他啊 他们两个同时在执行这个代码的话 那个概率就大大的增加了啊 就大大的增加了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发生这种什么呢 我同时都在执行这个代码 同时都在给这个value 给他加一 那么的话就会发生 我们刚刚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样的话 会产生这个东西不准确啊 不准确 好吧 好 那么尝试这个问题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呢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模拟啊 可以去模拟 可以去学习我们啊 平时啊 生活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例子 对吧 你就拿一个什么的比较通俗 比较接地气的啊 比较那个下里巴人的一个种的例子来讲 对吧 就是 比如说我们去上厕所啊 如果那个厕所 那个里面 他是只有一个 只能一个同时 只能进去一个人 那么进去完这个人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把他给上锁 那么外面的人就进不去啊 对 那么外面的人进不去 里面的话 如果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在做什么样的相加操作 外面是不是就根本就不能啊 不能够打扰啊 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啊 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方式来做啊 就说我在这地方我定一个锁啊 然后的话 你在执行这个相加的操作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锁把它给加上去 我把这个锁把它给加进去以后 就是说我我把我把这个锁加进去以后啊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啊 这个操作 我这个地方画画个红色的吧 这个我画画个红色的这个地方 我快速样式啊 感受一下那个颜色啊 感受这种颜色对吧 比如说现在的话 我们就是让Vie value啊 加一把这个东西啊 把现在现在就相当是两个线程 都在执行这个东西 只不过你现在在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来把它给旋转一下了 现在的话都在执行这个代码 但是你都在执行这个代码的时候啊 如果当前这个线程 他啊比这个线程早来了那么一丢丢 比如说0000几毫秒对吧 这个线程 他在执行这个代码的时候 比他早来这么一丢丢 那么的话 我就给他进行上锁 上锁网游 这个线程的话 他就相当于是在厕所排队一样 对吧 在外面一直在等待你这个地方执行 好执行完成以后 这个地方执行完成以后 接下来的话 这个值就变成11了啊 然后我接下来 他这个线程再去执行这个东西啊 只在去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他就是从11的技术之上啊 这时候的话Vie就会变成12了 再进行加1就会变成12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这个数据 他不会 呃那个漏赞 对吧就会保证这个数据 他的一个完整性啊 一个完整性啊 其实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加锁的机制啊 采用这种加锁的机制啊 好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python 这个threading这个模型当中 他有一个非常好 非常发明的一个人类啊 就threading.local啊 那个类的话 就可以分分钟的创建一个这个锁啊 那么我们这边来创建一个锁啊 叫做什么呢 追lock啊 追lock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threading.local 好 那么这样把这个锁创建完成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呃 相加的这个操作 value加1的这个操作 把它给进行锁起来 锁起来用 那么接下来如果其他线程再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进不来了 他就要在外面进行等待 对吧 等待你这个地方执行完成 执行完成以后下面的话 他再去执行啊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啊 就追lock点 lock点那个什么呢 acquire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上锁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把它给加完以后 接下来我这个追lock 再把它给示范一下啊 release啊 1l1 as1 再把它给示范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好吧 就不会哎搞脏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番右键再来指定一下啊 这样的话这个数据就变成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数据了 对变成非常准确啊 就是那个啊 100万 这个是200万 对吧 就是我们现在要需要满足的一个这样的条件啊 好 那么这个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加锁的一个的机制好吧 加锁机制啊 这个加锁机这个这个东西包括这个线程啊 这个东西的话在很多变成语言当中 比如说啊 那个加瓦和那个呃 c和c加以及那个oc当中都是存在这种呃 那种多线程的啊 但是多线程的话 不管是哪一个语言当中的多线程 他都存在这种啊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数据 粘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一般就是说每基本上每个变成语言当中啊 都会有提供一个这样的锁的这个东西啊 锁的这个东西 那么你在什么呢 进行这些 就是说你在操作这些全局变量的时候 这时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锁 把这个锁起来啊 把这个锁起来 你一旦你操作完了 你再把这个锁把这个给释放掉啊 那么别的线程就能够使用到了 明白 当然这个锁的话 你你也不要随便乱用啊 你不要去用到那些没有去访问 没有去改变这些全局变量的这些啊 地方啊 呃 这个全局变量的话 只要去只要用到哪里呢 这个锁啊 这个锁只要用只能有只要用到那些修改了全局变量的那一方 而对于那些什么呢 访问了全局变量的地方 不需要给它枷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是访问 如果多个线程同时访问 不会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不会对这个数据场上任何的影响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给它进行枷锁了啊 好 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什么呢 对于这些会修改这个值的这些代码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进行这个枷锁 把它给进行枷锁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数据独赞的这个问题 以及我们的这个枷锁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个吧 好吧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